女人突然发现 瑜伽店里好像藏着一只眼睛 她疑惑地走了过去 朝着里面不停地张望 这可把店子里的男人吓坏了 她紧忙躲了起来 心想千万不要被人发现 自己还想看美女的大腿 但不知为何 女人竟没有揪出男人 只是拉起了拉链 此时 老男人激动万分 以为自己走了大运 可不料 女人的下一句话 竟让老男人直接崩溃 男人听到这里 顿时瞪大了眼睛 她着急地想拉开拉链 可不管怎样 却始终拽不开 女孩们也抬起了弹簧架 已经排队坐起了热身 而第一个登场的就是教练 她提起双腿 助跑 起跳 然后空翻 完美落地 众人都在鼓掌欢呼 但这可把老男人害惨了 她痛苦地张大嘴巴 可却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 随后教练打开音乐 开始让女孩们排队登场 首先是一个长相平平的黑妹 她调整呼吸 然后快速向前 一个空翻 不料正好砸到关键位置 男人彻底被打坏了 她大口喘得粗气 心想自己今天是完蛋了 老男人极度后悔 她想赶紧出去 可却拉不开拉链 教练让女孩下来 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一下垫子 接着 便继续让女孩们逐个登场 此时 老男人已经汗流加倍 她用力扒拉着拉链 可女孩已经开始助跑 他们一个接一个 表演着各种空翻 而每次掉落的位置 竟都是致命打击 女孩们擦了擦汗 开始进行车轮花式表演 没一会儿功夫 老男人便彻底废 可他愣是一句话也没说 我愿称他为最强忍者 可即便已经这样 教练还不打算结束 他让之前失误的女孩 重新再来一次 女孩白了教练一眼 然后站在起跑点 快速助跑 紧接着 一个完美空翻 突然 一声清脆的响声 老男人被直接抱头 而女孩的这一次落地 也是没有任何差错 而教练也意味深长地 竖起了大拇指 随后 结束了一下午的跳马 教练便让女孩们全部回家 然后他来到了垫子跟前 发现下方已经出现了一滩血迹 教练拉开拉链 看到了已经不成样子的男人 本以为这就是 对猥琐老男人的惩罚 可万万没想到 教练并不打算就此罢休 他拿了一瓶消毒液 便直接将消毒液倒了上去 只听自来一声 男人发出了凄惨的喊叫 可没一会儿 便彻底没了动静 最后 教练把垫子直接塞进了垃圾桶 而猥琐男 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那么你认为 教练做的对不对呢 评论区告诉我答案